那我们先来看一组特别有意思的视频 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我们重放一下 大家注意 有没有发现有什么特点 大家注意 那这些视频呢 其实都有相同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总结起来应该叫什么呢 就是节奏一样 你注意它的动作 动作不见得一样 你注意它的节奏 看一下 对吧 节奏是一样的 看这个 能看出来吧 看它的这个动作的节奏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呢 叫Go with the flow 这个技术呢 比较宽泛 我们也不能准确的说 它是干嘛的啊 那它其实呢 是从一个已有的视频里边 提取噪点 然后用这些噪点 再生成新的视频 所以说呢 新的视频会继承已有视频的一些特点 当然它继承的是哪些特点 这个你用不同的技法 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那目前实现这个技术的呢 有这么几种啊 第一个呢 大家可以在K神的这个扩展里边 看到Cog Video X 它目前是实现了Go with the flow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实现的功能 大家注意啊 它首先做了一个老鼠 在一个背景上 然后这样动起来 然后经过Cog Video X 加上Go with the flow 然后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说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对吧 那么其实呢 核心还是一个噪点的提取技术 当然这个采样起来呢 会比较慢 所以说呢 我们稍后来给大家说这个事情 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呢 稍微不一样啊 并不是在Cog Video X里边来实现的 而是在混员里边来实现的 它目前呢 没有扩展的仓库 我们只在包包脸上呢 找到了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页面里边 只有一个工作流和一个Laura 这个它虽然没有标明啊 但是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Laura 大家呢 可以把这个Laura和这个工作流呢 都下载下来 那下边呢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实现相应的这些功能 由于这个库呢 还不是特别的完善啊 所以说有一些细节呢 是我给它加上去的 好 下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实现方法 首先呢 我们来下载这个工作流 然后把它拖拽到我们的 Confi UI里边就可以了啊 这里边的话呢 上面的就是一个标准的混员 在Confi UI原生里边的实现 非常简单 大家注意 模型 这个我们调整一下 混员 720的这个 然后权重类型呢 我们选成FP8的 那这个呢 同样 把编码器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类型选择会员Value 这是它的Ve 我们需要把这个Laura给它放进来啊 所以说呢 我们下载了这个Laura之后呢 放在你对应的文件夹里边 大家看下是这个 然后权重呢 选0.5是比较合适的 这也是在官方工作流给的这个权重 然后呢 这儿是一个Model Sampling的SD3 7.0 这个跟我们的会员的Native5的工作流 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那下边都一样 这儿呢 我们采用20部采样 然后这个再往下边呢 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的话呢 它这儿呢 需要将这个噪点提取出来 那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 那这个节点的话呢 大家注意 你通过Manager什么是装不上的 这个就是K神 研发的一个Confi UI的扩展库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啊 叫Video Noise Swap 它这里边呢 没有任何的视力工作流 那你只要把它装上就可以了 安装的话呢 也比较简单啊 你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用Python的Pyp程序 把这个Requirement给它装上 装完之后呢 那这个节点呢 就可以用了 然后还需要用到一个节点 就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呢 来自于Image-Filters 那我们可以打开一下Manager 然后找一下Custom Node Manager 让我们选已经安装的啊 然后我们搜一下Image-Filters 这个 点开它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关于很多滤镜的 一个实现 它的安装呢 也非常简单 大家直接呢 按照这个说明 把它装上就可以了 那一旦装好之后呢 那这个工作流就可以跑了 大家这原视频呢 我会默认把它缩方成512x512的 因为512x512呢 在目前的这个效果下呢 应该是最好的 下边呢 我们找一个实力视频 大家看一下 那比方说还是这个视频 那它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把它缩方成512x512 然后注意啊 这个帧数呢 大家也是先用25帧 太长的话呢 会有问题 它跟这儿是关联的 如果你这儿是25帧 这儿应该是7 如果你这儿是49帧 这儿应该是13 那这个seed的值呢 大家先把它fix掉 那别的默认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节点是干嘛的 对啊 这个noise出来之后呢 是没有办法连到这个noise上的 你比方你现在直接 你要注意啊 它连不上去的 它必须经过这个customnode的 进行一个noise的类型转换 然后才能把它连上去 所以说呢 上面是一个标准的 会员的原生实现的工作流 那下边呢 我们就增加了一个视频 提取了噪点 然后原来这个noise是disable 就是不添加噪点的 而我们现在呢 其实是把这个视频的噪点 给它提取出来 添到这个噪点里边啊 你要注意啊 就是在你标准的 会员的工作流里边 这点的是那个disable的noise 是这个东西 那现在我们把它换了 就换成这个 所以说呢 工作流搭建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剩下呢 其实就是把这俩拼一块 这个你拼也行 不拼也行 好 下面呢 我们就简单来看一下啊 如果说这有一个人物 现在呢 我给他 随便写点什么东西啊 比方说我这样写 man is talking happily 说一个男人正在愉快的讲话 按道理来讲呢 它跟这个是很像的是吧 下边呢 我们来跑一遍 大家看一下啊 非常怪异 是吧 因为你这个里边 对于动作和细节的描述是不够的 但是即便是你的细节描述是够的 它出来的效果呢 也不会特别的好 比方说呢 我们来用一个视频的提示词 这儿呢 我们就选我们训练的综合提示词系统里边的提示词来试一个 比方这个 这个呢 就是一个女孩在演讲是吧 所以说我们把这大段提示词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再让它跑一遍 再看一下啊 这个还行 是吧 但是这个人物啊 包括细节啊 可能我们觉得都不是特别的好看啊 好 下面呢 我们就逐一来修正这个部分 对啊 我现在种子呢 是fixed的 就是确定的 所以说呢 我第一个呢 会把这个给它换掉 我们换成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 婚员Value Laura Lauder 它呢 会极大程度的 避免Laura之间的相互污染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把它给选上啊 我们同样选这个会员里边的这个模型 这儿呢 我们选0.5 这儿要选O 然后呢 同样的种子 我们来生成一遍 看一下有没有区别 大家看一下啊 目前目测上来看呢 这俩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那个时候我为什么要用这个 因为我要加入另外一个Laura 这个Laura呢 其实是用来美花艳面的 同样呢 还是这个节点 然后这个呢 我会选用我自己选的那个Laura 那个Laura是一个人物的Laura啊 所以说呢 它会让人物变得更漂亮一点 你注意在这种情况下 这儿呢 我们选择Double Blocks 然后呢 我们再来生成一遍 再看一下 是不是就漂亮很多了 对吧 而且这个节奏也就对了 这是我们说的 这样一个工作流的用法 那一旦你确定了这样一个工作流 或者我们完善之后的工作流的话呢 你可以用任意的提示词来生成你想要的一个动作 可以保证这俩呢 动作的节奏是一样的 你注意啊 我们只能说的动作的节奏是一样的 我们再说一个事情 就是Tcache是可以用的啊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我们把它存一份 然后如果我现在加上Tcache 你来看一下 Value Forward Overrather 拿过来 然后下面是Apply Tcache 对啊 现在是混元 所以说呢 我应该是0.15 那我们看一下这种情况下 它对于结果的影响有多大 速度肯定会变得更快啊 大家看一下 其实呢 用了Tcache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对于整个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可能就是画面的清晰度上稍微有一点降低 那为了说明它的一般性呢 我下边把它换成Random 然后呢 我们再来跑一遍 好 大家看一下 一样的 对吧 好 下边呢 我们来换一下提示词啊 这个其实是展示包的这个女孩 这个也不太明显啊 还可以 人物不太漂亮 是吧 再来一遍 这个可能就好一点 那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节奏一样 你注意啊 它开始动 它开始动 它停 它停 它快 它就快 它慢 它就慢 那你这样去看 这两个几乎是同一个节奏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知道它节奏一样啊 它有没有值得一试的 我们可以试试这个 因为这个呢 其实还是有比较强的动作在里边的啊 大家注意它这个身体的动作 虽然比较小啊 但是也大概能感觉出来 他们俩这个发力的实践是一样的 动作的这个时机是一样的 节奏是相同的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叫 Go with the flow 这个技术呢 目前还不太成熟 尤其是我给大家演示的这个工作流 包括我们在Bobo脸上看到的 它的页面 其实信息也比较少 但是呢 我通过加了一个Laura 然后通过提示词的变化 能给大家演示出来啊 其实是将噪点 用在了这个动作的节奏上面 当然它具体的落地场景层面 我觉得目前说可能还比较早啊 如果这个技术变得成熟之后 尤其是在会员里边 那可能我们才能说 它用在哪会比较合适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大家呢 回头自己试一下 关注我作为一个懂爱的人